谁是两次差点杀掉孙策的男人 看见我背后的崇山峻岭了吗 1800年前在这样的崇山峻岭里 住着金县的山岳大帅主郎 他曾经两次差点干掉过孙策 193年孙策 走上结束后他就来投告舅舅 然后呢在这招募了几百士兵 然后就被金县的山岳大帅主郎击败了 孙策战败后去找袁树 袁树把孙签的旧部 臣服黄盖这些人还给了孙策 孙策再去与金县的大帅主郎交战 结果呢被主郎的军队包围了 淳朴和另外一名骑将手持长兵器 把孙策救了出来 否则孙策就交代在这里了 如果是这样 那三国的刘朝孙可能就没有孙家了 金县除了有山岳大帅主郎 另外他还是什么 他还是中国的宣旨之乡 大家看这里 中国宣旨文化人 11米乘3比3 这么大的宣执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最大的宣执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叔叔 你这个没说完啊 后来祖郎怎么样了 祖郎与孙策交战了5次 我视频里说的是前两次 他差点杀掉孙策 还有第三次呢 孙策和吕范孙和等人 依靠舅舅武警招募军队 一起去讨伐祖郎 终于赶走了祖郎 但是祖郎说 我还会再回来的 那回来了吗 回来了 承登了大波密谋袭击孙策 联合了祖郎 严白虎等人 你看又的狼又的虎 一起进攻孙策 都被孙策打败了 这是第四次打祖郎 那第五战呢 第五战时 孙策就经费细笔了 那个时候孙策已经击败刘瑶了 平定了部分宣承地区 孙策再来进攻 终于抓住了祖郎 孙策说 你以前袭击我 曾砍中我的马鞍 但是我不怨恨你 我现在要创立大业 我要使用你的能力 我决定任用你 孙策的格局很大啊 孙策这次收复了大量的山岳 招降了两位猛将 回苏州的时候 带着大量山岳军 两位猛将开道 好不威风啊 两位猛将 一个是祖郎 另一个是谁 太史词呀 和孙策单挑过了 那个太史词 对的 太史词原本是刘瑶的部下 刘瑶被孙策赶走过后 太史词进入了京县 三国志的原话是 利屯府大为山岳所赴 京县的山岳猛士 都依附太史词 因为太史词猛呀 孙策这次来 既收服了祖郎 又收服了太史词 祖郎和太史词 保着孙策 西天取经 算了 那是唐朝的事 对 说了唐朝呀 我去探了这个京县 还和唐朝诗人有关系呢 这诗人我认识吗 所有人都认识呀 李白呀 桃花潭水升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压 桃花潭就在京县 京县还有汪伦牧呢 可惜京县没有什么三国景点 我要纠正一下你的思维 我不是因为这个地方 有三国景点 所以才去这个地方 我是因为这个地方 有三国历史记载 所以去这个地方 不管有没有三国景点 三国探陷记 是来唤醒三国记忆的 如果你有三国景点 那我也会讲 即便没有 只要我认为这里有三国记忆 我知道 但这个东西呢 其他人不知道 我的三国探陷记 就有义务来到这里 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唤醒记忆 最后以一个标志人物 为唤醒记忆的标志 那京县的唤醒三国记忆的人物是谁 是孙策 祖狼 还是太史词呢 我宣布 我的三国探陷记 京县篇 唤醒的三国记忆人物是 当当当 祖狼 其实啊 地方可以建一个祖狼纪念馆 讲讲山岳人的事 本集结束 下集见